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喜源源140瓦的充电器 我们上一个测试视频帮出来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看一下 它内部的做工是怎么样子的 我也想看看它内部的做工用料究竟怎么样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拆解这一个喜源源140瓦 四口氮化夹充电器 我遇到这种充电器 我们拆解的时候先要敲一下壳子 看是不是那种空心的感觉 我们先用这个敲棒来敲试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敲开 我试着敲了一下 这种焊的太牢了 敲不开 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开吧 黑色的主燃外壳 切的我满手的黑色的粉末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用敲棒 直接敲开这个上盖 黄铜的散热片 这上面有散热的硅脂 粘在这一个外壳上面 进行散热 敲开这一边的外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折叠插角 通过两根导线连接到主板上面 这是插口上面的一个挡片 卸掉折叠插角上面的固定螺丝 这是固定折叠插角的一个盖板 这是折叠插角的黄片 充电器模块已经取下来 内部是全灌胶的工艺 全部都被散热胶填满了 取下这一块用来散热的一个黄铜散热片 主板上面还有一层麦拉片进行绝缘处理 然后剩下来的全是散热的硅胶 这上面还有一张散热用的硅脂贴 充电器拆解有出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这些拆解充电器的 这些高压电容上面有300伏左右的高压电 打一下的话也是很疼的 这个主板上面的胶 我把它大概的清理了一下 就清理了这一堆胶出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洗原源140瓦淡化加三口充电器 内部所有的元器件 咱们全部取下来了 这个充电器采用的是 PFC功率音速校正电路加AHB 不对称半桥拓扑电路 组成的一个开关电源 再加上次级同步整流 加协议芯片控制三路降压电路 四口电流输出的模式 主芯片采用的是杰华特的主控 加整流的一个方案 这个充电器使用AHB 不对称半桥拓扑部电路 这种拓部架构 对于充电器缩小体积 提升功率密度 降低充电器工作温度 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降低这个充电器的价格 接下来我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充电器 220伏输入端的折叠插角 插头部分为不锡磁的铜质材料 黄片部分为锡磁的金属材料 首先来介绍一下充电器的EMI部分 220伏输入保险丝 是一颗黑色方形束风慢容弹保险丝 来自成立于2012年 一家过流保护元器件的制造商 东莞洛伊电子 这个保险丝的规格是5安 那要250伏 主板上面有康浪勇热敏电阻的位置 但是没有元件应该是漏装了 或者是省略了 这是充电器的第一级供膜电感 内部的磁心为绿色 用气泡线和绝缘线两种线材进行扰制 一颗红色的安规X2电容 来自成立于2008年的专业研发制造金属化 薄膜合适电容器的企业 东莞科亚电子JURCC 属于科亚电子抑制电池干扰用的 X2安规电容 规格是0.47微法 耐压310V 这是充电器的第二级供膜电感 内部的磁心也是绿色 用气泡线的铜丝分组进行扰制 两个供膜电感的大小是非常有区别的 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整流桥 用的是一个超薄扁桥 它的4E型号是GBU15JLV 来自成立于2000年 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 气件研发制造级销售的企业 乐山希尔电子 这颗超薄扁桥的规格是15A 耐压600V 两颗棕色的滤波薄膜电容 型号为CBB21 厂家未知 规格是一维法 耐压450V 这个是起到蓄流滤波 储能用的一个滤波电感 电感内部的磁心为黄色 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扰制 这颗电感的大小 跟这个供膜电感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220V电流经过初级的EMI电路 进入PFC功率因素矫正电路 一颗四印R080的减流电阻 用于适时检测 控制通过PFC深压变换器的电感电流 PFC深压电路防止反向电压冲击 提高系统稳定性的旁路保护二级管 四印型号RS3M 充电器的PFC深压开管管 适应型号70D140C 实际型号700DC140C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致力于第三代半导体 硅基氮化架外延级器件研发制造的企业 深圳英诺赛科 这是一颗增强型功率经理管 具有极高的开关频率和零反向恢复电荷 规格是耐压700V 内部的导组140毫欧 深压开管管下面 这一颗六角芯片就是PFC深压控制器芯片 适应型号A5ARRP 实际型号NCP1622 来自成立于1999年 从摩托罗拉独立出来的一家半导体公司 Ong安生美半导体 这是一颗专为驱动PFC深压级而设计的控制器芯片 它基于安生美创新的谷底同步频率折返 VSFF控制方法 可在标称负载和轻负载下 最大限度的提高效率 特别是待机损耗将是最低 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 最大限度降低适配器的尺寸 PFC整流二极管 私营型号MSMN0606 5G1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业的功率半导体 原基建设计及销售的公司 深圳市美浦生半导体 它的规格是6A耐压650V 这是一颗真正意义上的碳化硅功率器件 这一个就是充电器的PFC深压电感 外部有耐高温的胶带缠绕进行保护 内部可以看到有铜箔缠绕 进行加强散热 电感上面有厂家的私营信息 充电器的四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来自两个厂家 这一颗规格18V法 耐压450V 厂家的话 有人说是万域电子的 我去万域官网没有查到 另外三颗电容 来自创建于2005年一家专业铝电容 固态电容研发制造及销售的公司 湖南一阳万晶元电子 这三个电容属于万晶元WH系列标准化电解电容 规格是27V法 耐压450V 四颗电解电容 总容量99V法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AHB不对寸拓步电路 充电器 AHB主控芯片供电电容两颗 来自成立于2001年一家专业电容器生产企业 上海永明电子 这两颗电容的规格分别是 47V法耐压50V 和18V法耐压100V 分别是永明电子LKM系列 小体积高纹波高频低主电容 和L3M系列小型化电容器 这一颗就是充电器的AHB主控芯片 四颖型号JW1556 来自成立于2013年一家以虚拟IDM为主要 经营模式的急震电路设计企业 杭州杰华特微电子 这是一款非对称半桥反击控制器芯片 适用于离线反击式转换器应用 输入电压范围2.5至38V 最高工作频率达1.5MHz 具备重负载和轻负载两种工作模式 可提供主电源开关和辅助开关 两路输出控制 芯片可通过单个外置电阻设置工作频率 外围简洁 设计简单 具备完善的多重保护措施 提高电源系统的可靠性 主控芯片的旁边 是驱动半桥开关管的驱动芯片 私营型号NSD1624D 来自成立于2013年 一家高性能高可靠性模拟 及混合信号芯片公司 苏州辣新微电子 这是一款高压半桥三级驱动器 能够提供最大4至6A的拉罐电流 驱动MOSFIT或IGBT等功率管 芯片支持输入电压宽达10至20V 并为VDD和BST供电电源引脚提供了欠压锁定保护 额定工作温度40度至125度 非常适合用于高功率密度和高效率的开关电源系统 在AHB不对称半桥拓扑电路中起到电流检测 保护和热管理作用的贴片合金电阻 私营R250 AHB不对称半桥开关管两颗 私营型号70DA190B 跟PFC生压开关管一样来自深圳英诺赛科 这也是两颗增强型功率经理管 规格是赖压700V 内部的导主194毫哦 AHB不对称半桥电路的斜阵电容一颗 跟安规X2电容一样来自东莞科亚电子 规格是0.33V法 耐压250V 用来抑制电池干扰和共模噪声 确保电源设备的电池兼容性和安全性的贴片安规电容两颗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生产及销售的四川特瑞翔科技 一颗私营型号Y1471K 规格是470P法 耐压400V 另外一颗私营型号Y1102M 规格是1000P法 耐压400V 两颗电容并年使用提升安规等级 用来提供电气隔离 隔离控制信号 抑制造成以及提高系统的抗干染能力的光电偶合器 两颗 这边有一颗 背面这里还有一颗 两颗光偶的私营型号都是EL1018 来自成立于1983年全球知名的LED生产企业 台湾的逸光电子属于逸光EL101X系列光电偶合器 这一个就是充电器的变压器 透过胶带可以看到内部有铜膜缠绕进行加强散热 这上面有厂家的私营信息 外部用赖高温的胶带缠绕进行保护 这边是初级的电流感应端 这一边是次级的电流输出端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电路部分 它为同步整流协议控制三路降压四口输出的模式 同步整流电路 两颗次级同步整流NMOS开关管 私营型号S1028D厂家未知 这颗六角芯片就是充电器的次级同步整流控制机芯片 私营型号JWJBJ 实际型号JW7726BL 也是来自杭州杰华特微电子 这颗芯片用于有缘前卫反击和CCMQRDCM反击等 隔离拓步的二次车整流 与传统的二级管整流器相比 通过驱动外部开关NMOS管 可以显著提高效率 次级输出滤波电容两颗 规格是680微法 耐压35V 这个厂家的话也是未知 我们没有查到 次级输出这里还有一颗三端纹压芯片 看这个上面的私音和品牌logo 来自成立于2000年 一家专业从事集成电路 芯片生产设计的企业 杭州百龙电子 这颗芯片确保电压稳定 动态调节电压 保护电路以及提高充电效率 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我们没有查到 Type-C一口降压电路 输入端采用两颗贴片MLCC电容 旁边用于提升升降压转换的贴片二级管 没有安装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这颗是Type-C一口降压电路的降压电杆 内部的磁性为黑色 用七包线的粗的铜丝进行扰制 外部有热搜管套着进行保护 底部的话用一个麦拉片进行隔离 Type-C一口降压电路的两颗MOS开关管 组成半桥降压拓扑电路 它们的私音型号都是S4480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业的 功率器件设计与销售的公司 深圳领态半导体 这两颗MOS的规格式 那样40伏内部的导主 6毫 Type-C一口降压电路的 升降压控制器及协议芯片 私音型号SW3566H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 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 数模混合芯片设计的企业 珠海市智容科技 这是一款高集成度的 多快充协议双口充电SoC芯片 芯片内部集成了高效率 同步降压转换器 支持PD3.1 QC SCP UFCS等快充协议 支持快充协议定制 最大支持140瓦输出功率 输出电流 限顺补偿等保护阀值 均可以通过IRC进行设定 类似的ADC 可实现输入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芯片温度 等9个通道的数据采用 具备全面的保护功能 确保整个系统安全可靠 Type-C ECO 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来自成立于2007年 一家专注于液态铝电容 固态电容的研发企业 福建云芯电子 规格是220微法 耐压35V 属于云芯电子 PT系列 高纹波电流 低阻抗固态电容 Type-C ECO的输出微bus开口管 是一型号PAN3050P 来自成立于2015年 一家锂电 充电保护和功率器件领域 知名的芯片提供商 深圳派斯迪半导体 这颗MOS的规格是 耐压30V内部的导主 3.2毫欧 一颗四应R003的电阻 为Type-C ECO的电流取样电阻 Type-C ECO 降压电路输入端的 滤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是来自 云芯电子的PT系列 100微法 耐压35V的固态电容 Type-C ECO 降压电路的降压电感 跟Type-C ECO 是一样的 外部有热锁管套住 底部还有麦拉片进行隔离 Type-C二口降压电路的 降压MOS开关管 一样的是用了两颗 组成半桥拓步电路 四应型号是 AGM405AP1 来自成立于2015年 一家专业从事各种 大功率器件与功率集成器件 设计生产销售的企业 深圳星空源电子 这两颗MOS的规格是 耐压40V内部的导主 5.7毫欧 Type-C二口 降压电路的 深降压控制 及协议控制芯片 四应型号SW3516P 一样的来自 珠海智容科技 这是一款高集成度的 多快充协议 双口充电芯片 支持A加C口 任意口快充输出 支持双口独立线流 内部集成5A 高效率的同步降压变换器 支持多种丰富的快充协议 最大输出PD100W功率 芯片支持CCCV模式 以及双口管理逻辑 外围只需少量的器件 即可组成完整高性能 多快充协议双口充电解决方案 Type-C二口的输出滤波 固态电容 一样的来自 云星电子的 PT系列 220微法 耐压25V的固态电容 Type-C二口的输出 VBUS开光管 跟Type-C一口一样的 适应型号PAN3050P 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 来自深圳的 Pi4D半导体 一颗适应R2005电阻 为Type-C二口的 电流取样电阻 Type-C三口和USB-A口 降压电路的输入端 滤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是来自 云星电子PT系列 100微法 耐压35V的固态电容 电容被画了记号 应该是耐压值用大了 这个是Type-C三口 和USB-A口的 一个深降压电感 跟前面两路的 深降压电感 规格都是一样的 Type-C三口和USB-A口 降压电路 两颗降压MOS开光管 组成半桥降压拓部电路 四翼型号 AGM405AP1 跟C二口一样的 来自深圳 新公元电子 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 Type-C三口和USB-A A口的深降压控制 及协议芯片 四翼型号SW3516P 一样的来自珠海的 智容科技 规格也是 跟Type-C二口一模一样 Type-C三口和USB-A口的 输出VBUS开光管 四翼型号KS3148 来自成立于2017年 一家技术驱动型的 功率半导体 七件芯片设计公司 深圳的冠语半导体 这是一颗双NMOS开光管 内部有两颗MOS管 分配控制C三口 和A口 规格是 耐压30V内部的导主 七毫欧 Type-C三口和USB-A口的 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是来自 云芯电子的PT系列 220V 耐压25V的固态电容 这两颗R2005的 贴面电阻分别为 Type-C三口和USB-A口的 电流取样电阻 这上面有一颗LED的灯泡 为充电器的 一个LED指示灯 这是充电器的 四个USB连接座 三个C口 一个USB-A口 每一个充电口 内部的做工和细节 都是很不错的 USB-A口 内部舌片为橙色 里面的做工细节 也还是不错的 这是充电器的 两个壳体 内部没有看到 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但是从我们开始 切割的时候 黑色的粉末来看 这个应该是主燃材料 我们视频的最后 做燃烧测试 这个洗原原140瓦 四口单化加充电器 拆解下来 内部的电路 PFC加AHP的架构 确实是很不错 用料的话 谈不上很好了 内部不知名的元器件 有三四种 还有没有焊上去的元件 整体看上去 还过得去吧 这内部的做工 还有提升的空间 充电器快充兼容性的话 没话说 有大功率的融合快充 和SCP的40瓦 转换效率高 就是得益于 内部的PFC加AHP的电路架构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 喜欢我这个频道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